Hello 大家好我是欣小編 妳是不是跟小編一樣 都是一個很容易忘記電腦密碼的人呢 有時候老師打得過密碼真是凡子的 現在我們要幫大家看一下一個 專門知見旺的電腦 就是有一個 指引電視的功能陳上電腦 内容物很简单 只有键盘 连接充电线 与说明书 首先在外观的部分 走一个低调俐落的风格 巧克力键帽 笔合精材质 表面磨砂感非常好摸 连最特别的指纹定式键 外观也都很低调呢 再来是背面的部分 有半圆柱状的脚架 底下的防滑条几乎隐形 接着看上方有接线口 用于连接装置与充电 右边则是电源开关 设计非常精致 俐落 整体尺寸非常轻薄 厚度只有19.3公里 重量只有413克 相当轻量 在指示灯的部分 cap键 fm键 number键 scroll lock键 皆有指示灯 方向键上方有呼吸灯 可确认键盘是否有电 非常精巧的设计 剪刀角结构 敲几时的反馈感极佳 会越打越顺手哦 指纹电视功能的诞生 呼应了微妙查漏 你就是密码的理念 让你的电脑解锁 更加的自然 轻松 个人化 绝对不是因为 你很冷的打命吧哦 好啦 废话不多说 就让小编实测给你看吧 开始设定时 请先用连接线 连接电脑与键盘 接着打开上方的电源 接下来到控制台的装置 打开蓝牙 等待装置配对 下一步到账户中的登录选项 在Windows Harlow下 即可找到设定指纹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设定指纹咯 总共会设定两次 并且需要设定PIN码 终于设定完成啦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指纹电视功能登录 让我们跟密码说拜拜 今天的新小编来开箱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介绍的这款 微软指纹电视功能时尚键盘 请设定是群才阳心人士体验 或是ECI阳心购物网选购 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们在下面点个赞 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请小编来开箱 我们下次见